很多人分析山西史说 什么山西人保守 山西人官僚什么的 这些都是本末倒置 虽然每个省都有每个省的宿命 以前的北上贸易线已经不可能恢复 黄河也不可能变成长江 但发愤图强的人总不会过得太长 大家看中国各个城市的变迁 过去兴盛的洛阳大同开封 现在都没什么人注意了 是因为远离了大海 或者通向大海的大江大河 而现在兴盛的深圳 上海 重庆 都是海权崛起的受益人 山西遇到了两大问题 一是黄河在中国文明史的衰败 二是失去了同北方其他政权的贸易 就失去了给山西输血的生命线 而且这两个问题都是没办法解决的 底子薄的山西失去了同北方的贸易线 是全省的灾难 安徽和江西同样衰落 但他们处在东南区域 自然环境更好 也更靠近海权 所以还能在全国排在第11名和第15名 处境远没有排在第21名的山西这么悲惨 其中安徽因为有江苏 浙江的经济辐射 将来的发展前景要更好一些 有望进入前十 江西迟早超过陕西成为第14名 但会长期待在第14名 能不能有所突破 要看造化 而山西会一直跟贵州 内蒙古打持久战 在全国第20到22名这个范围内徘徊 山西经济结构已发展畸形 轻重工业严重失衡 高附加值的轻工业产品全靠进口 自己出口的又都是廉价原材料 要特别提一下 如果山西不是中国的一个省 而如果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话 山西卖出去的煤炭不是这么低廉的价格 那山西倒是可以靠着煤炭累积一笔财富 但出于全国一盘起的大战略 山西的煤作为支援全国工业建设的一部分 煤价一直压得比较低 这是山西人民为全国做出的巨大贡献 2019年 中国企业500强里 山西9家上榜企业有7家都从事煤炭开采货贸易 整个省份对煤炭高度依赖 产业转型艰难 2020年 山西全省各地及市GDP里 居然只有太原达到了4000多亿 其他城市连2000亿都达不到 弱得十分平均 历史古城大同甚至只有1369亿 只有我老家邵阳的一半 有对比才有伤害 我另一下我老家湖南各市的GDP 对比下就知道山西经济有多差了 作为山西的省会太原 其GDP只跟岳阳长德相当 只有长沙的三分之一 长期的经济低迷影响到了山西其他事务的发展 因为穷没有足够的教育经费 全山西现在只有34所本科高校 江西45所 安徽46所 学科建设方面 只有五个B加学科 985大学为零 全省仅有太原理工一所211大学 还排在全国第112名 全省进入全国前200的也只有三所高校 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 没有一个A类学科 山西原本也是有大量优秀干部和人才的 在建国初期的G查境抗日根据地 本来汇集了好大一批优秀的建设人才 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 以及全国对地方干部的需求 这些人才被分散到了全国各地担任地方干部 一下将山西人才优势稀释完了 比如许多福建的干部 往上追溯就是山西人 这次人才分流 是山西至今也没有恢复过来 就更需要大学来完成人才梯队建设了 山西省2021年地方高校预算经费里 最高的太原理工一年为15.5亿元 同样的地方双一流高校 苏州大学是32.84亿元 双飞大学里 山西预算超10亿的只有山西农业大学12.68亿 山西大学10.33亿 中北大学10.28亿 而隔壁河北师范大学都有20.46亿 同等标准的大学 山西只有人家的一半经费 当然了这些学校跟清华一年317亿 浙江大学228亿 北京大学221亿的经费预算比 又都是天地之别了 山西原本交通底子就差 现在高铁也落后于其他省 我们来对比下山西跟其他省在交通上的差距 不过随着2020年底重要的泰交高铁的开通 山西省高铁终于赶上半步 除旅粮食外 目前已实现适试通高铁 这条铁路长达325公里 可直通南下连通郑州 再通郑州直抵长三角珠三角 使山西打通了往发达东部的内陆交通线 这条高铁的开通 直接将长治机场的旅客吞吐量 货油吞吐量打成了负增长 2021年2月 这种黄金月份 长治机场的旅客吞吐量 仅有1.5万余人次 这么惨的客流 吓得另一个刚开通高铁的进城市 都要重新考虑下 要不要开通进城机场了 山西人民都寄希望这条高铁 能打下山西产业转型的突破口 最后我们回到标题里的问题 面对过去优势的丧失 现在的山西应该怎么办 以前的北上贸易线已经不可能恢复 黄河也不可能变成长江 以前的优势过去就过去吧 不要再做任何留恋 山西老乡们 咱们撸起袖子重新出发 山西要破局 在省内高铁基本铺完的情况下 第一可大力发展旅游业 经济落后 加上近现代没有战争破坏 是山西意外地保留了 全国最最优质的历史文化资源 现在你在中国 其他地方很难看到宋朝 唐朝的原建筑 大多都毁于灾祸 一般都是明清留下来的 但在山西 你能看到唐德宗时期的南禅寺 唐大宗时期的佛光寺 梁思成说这里是中国第一国宝 武代北汉天会年间的镇国寺 大辽清宁时期的佛宫寺 北宋天圣年间的晋慈圣母殿 大辽时期的华岩寺 大雄宝殿等等等等 再加上前面说的晋商们留下的大院 云岗石窟 蒙山大佛 永乐宫 以及武台山 恒山 北武当山 太行山 湖口瀑布等 各种自然奇观 旅游业很难成为一个大省的支柱产业 只能让马尔代夫这种小岛国吃饱 但旅游业可以带动大量就业 解决很多人的吃饭问题 山西坐拥中国优质的历史人文资源 号称地上文物看山西 但普通中国人很少知道 山西的旅游资源有多丰富 山西大院有多传奇 山西省对外旅游宣传严重不足 现在去山西旅游的人 前五大客源省是河北 河南 陕西 北京和内蒙古 前五大客源城市分别是北京 石家庄 西安 郑州 天津 都是北方人 南方各省的人都没有去山西看一看的欲望 根本不知道山西有多好 2019年山西省旅游总收入 8027亿元 同年全国旅游总收入 6.63万亿元 国内旅游人次达60亿人次 未来五年 国内旅游市场将突破10万亿 山西有很大的潜力抢市场 山西应该重点推出一两个 让人印象深刻的景点 在珠三角 长三角 南方各省推广 顺便推广部分美食吸引吃货 要以互联网推广为主 培养年轻旅客 南方这边热爱旅游的人很多 要以点带面推动山西旅游业 让旅游业拉动就业人口 第二是山西要完成产业转型 山西要发展 就要像河南一样 努力承接发达地区部分的工业产业链 不能再深度依赖煤 焦 野电 四大传统产业 过去因为一些私人煤老板的存在 将山西搞得乌烟瘴气 地表和空气受到严重破坏 还矿难不断 2008年 山西搞煤炭改制重组 将私人小煤矿老板 从这个行业清除出去 谁不签就差谁的税 从此 山西矿难基本停止 生态慢慢恢复 这些煤老板拿着钱 并没有在山西投资 一般喜欢跑去 以北京为主的大城市 买房子买奢侈品 给山西造成大量资金流失 更加剧了山西的贫穷 因此山西要发展 只能寻找外力 外力有三个点 珠三角 长三角 京津记 2020年9月 山西印发了 山西省与粤港澳大湾区 深度合作行动方案 与山西省与长江三角洲地区 深度合作行动方案 是想借助通向南方刚建成的太交高铁 吸引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资金 人才 产业链 现在重点吸引了医药工业 新能源汽车制造业 2020年 山西医药工业投资增长了20% 新能源汽车制造投资增长了55% 山西新能源汽车主要放在运程 预计能形成2万辆纯电动商用车 和10万辆纯电动乘用车的生产能力 年销售预计136亿元以上 年利税12.5亿元 可以吸引电池 电机 电控 充电设施等一批 关键核心零部件优势企业投资建厂 并形成1比3以上的产业集群带动效应 另外 为了打通跟京经济地区的联系 雄心高铁及大元高铁和长寒辽高铁 都在如火如荼建设中 这些高铁的建成加上太交高铁 使山西摆脱了交通上的束缚 能使山西从珠三角 长三角 京经济三地 接收产业链 从科技 人才 会展 能源等完成产业转型 在中部各省里 河南给大家起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2000年代 河南因为贫困 河南人出省饱受歧视 到处流传河南人偷井盖的段子 就是穷闹的 后来河南接受了东部产业转移 拿下富士康这一类的企业 能在本地提供就业机会 郑州也建设起来了 河南现在对外形象得到了清晰 也很少听到歧视河南人的段子了 我在山东片里说过 人是经济动物 人的一切行为依附于经济环境 这世上绝大多数人都不是什么好人坏人 而是为了活得更好 被经济环境所塑造的人 很多人分析山西史说 什么山西人保守 山西人官僚什么的 这些都是本末倒置 以前东北富裕时 全国人民可没人说东北的坏话 现在东北经济在全国到处 大家就一起埋态东北人 其实骨子里就是贤贫爱富 今天这篇文章虽然分析的是山西 但其实也连带分析了中部各省 大家遇到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就是黄河不行了 气候变了 交通线没了 贸易线也没了 工业发展没跟上 就业机会少 就出现各种幺蛾子了 所以要快点承接一带一路的红利 和东部各省的产业链 山西正计划将处于 晋 陕 玉 三省交界处的运城 林坟建成物流中心 也计划在石墨烯碳纤维电子信息 生物制药 大数据 新能源汽车 打开新兴领域 另打算补齐煤炭产业短板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生产设备 提高煤矿的自动化水平 提升煤炭的附加值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山西的各处高铁网即将打通 对发达地区的承接 也已经开始执行 虽然每个省 都有每个省的宿命 但发奋图强的人 总不会过得太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